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概显示距离我200米左右的时候 我就下楼了 然后下来就等了没几秒钟就送到了 这是刚刚在全家买的东西 一样是阿罗马叫的 一袋吐司 我觉得吐司还挺好吃的 然后两包的奶棒面包 一袋豆沙面包 一个饭团 然后有两个这个法式三明治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 因为它这个吐司外面是有煎蛋 一个全麦薰鸡沙拉三明治 这个口味也还可以 最后一个是羊肉鸡肉饭 我最近比较常点这个口味的 买不得了 今天吃的还是全家的羊肉鸡肉饭 好 这都好 好 乱吃的 再烤 跟你粉 好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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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鸡蛋 鱼肉 这个是青椒炒鸭腿肉 这个是青椒炒鸭腿肉 没什么气 现在为什么没什么气 现在下楼来拿我每日优先的外卖 一大早操作后什么也太快了 每日优先的包装还是很好的 然后买了两盒鸡蛋 总共是30克 这个是毕品格的玉米猪肉水饺 就是这一种风控在家的画面看起来可能会很无聊 但是呢我想把这些都剪成一个比较长的视频来放在B站跟YouTube 这些都剪成一个比较长的视频 这些都剪成一个比较长的视频 那两个多月在家我真的很长叫全家 因为就是很方便然后价格也比较合理 当时全家的便当我最爱的口味就是这个 凉饭鸡肉饭鸡肉饭鸡肉饭 这个鸡腿便当是给我男朋友吃的 但是他觉得不怎么好吃 今天又叫了全家的外卖 今天又叫了全家的外卖 就是三明治饭团跟便当这些东西 又是吃羊饭鸡肉饭了 又是吃羊饭鸡肉饭啦 那时候的绿越菜真的真的非常的珍贵 今天下午小区突然通知 今天晚上7点开始整个小区都要做核酸 然后我在抖音上看到原来是除了金山跟崇明之外 其他所有区都要全员核酸 就不晓得为什么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